一月份的天象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天象 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天象 就是流星雨 基本上每年年初的时候 就会有一场流量比较大的一场流星雨 那就是象限一座流星雨 它的流量值大约是在120克左右 这一天的其他值是在4号 月光是比较强的 可能看到流星的数量会大打折扣 我们这边要观测的话 可能就必须是在靠近天亮的这么几个小时 那么这期间正好是月亮落下去 有这么一两个小时一个窗口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观测 我们一月份的整个特别的天象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天象 那就是会发生在1月18日的星宿二红月 这个天象可能在傍晚看的话 条件不成好 我们必须是在第二天的日出之前去看 我会发生在1月18日的星宿二红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